哈喽,大家好,我是Hana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用电锅做的地系味噌鲑鱼 之前,我有介绍过奶油的味道 今天是味噌的 味噌跟鲑鱼,味道很搭配哦 我今天准备的鲑鱼大概280克 看鲑鱼的大小 起自己调整酱汁的量哦 首先把鲑鱼清洗干净之后 再把表面的水分擦干 接着两面都均匀抹上一点盐巴 然后让它放置10分钟去掉腥味 把高丽菜用手撕成好入口大小之后 清洗干净备用 我觉得用手撕口感比较好 除了今天用的青菜以外 青椒、混肉坡等等 你想吃什么菜都可以放哦 接下来洋葱切丝 接下来洋葱切丝 把红席骨底部去掉之后 用手撕上备用 接下来 准备酱汁的部分 配鲑鱼 配鱼两大匙 配鱼两大匙 米酒一大匙 配鱼三大匙 配鱼三大匙 硬鲑鱼二大匙 调用的味道 宜母一大匙 团肉兩大匙 一小匙 倒一小匙 把它搅拌一下 隔�elt 鲑鱼差不多好了 把表面的水分擦干备用 准备一张可以放得下材料塞子的铝箔纸 首先铺上高丽菜 均匀铺上洋葱丝 然后淋上一半的酱汁 接着摆上鲑鱼 然后把剩下的酱汁都淋上去 把红细菇均匀放在鲑鱼上面 最后把奶油放在上面 接着把再一张铝箔纸盖上去 然后像这样把铝箔纸封起来 要紧密封住喔 糟糕 破掉了啦 结果我再用一张包起来 你们也要小心不要太用力喔 电锅外锅倒两杯水 外锅水量 看鲑鱼的大小 自己调整一下喔 先把盘子放进电锅里 再把鲑鱼放在盘子上 盖上盖子之后开始煮 跳起来之后把盘子拿出来 看一下有没有熟 看起来很强光的样子 换个盘子 这样比较不会碳 放上一些葱花 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用电锅做的 立系味噌鲑鱼就完成了 哇 味噌喊香 好吃到不打了 吃啦 马上就过瘾喔 好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今天的分享吗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